大家好 欢迎来到耐斯加 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款 Storm公司出的J8II系列产品 肯 上次跟大家分享了龙 那么这两款产品 都是Storm公司在2019年8月左右出的产品 应该是以前以后 当时我这款肯也是在2022年入手 这个入手价格是568块钱 当然龙那日已经被炒的760%了 这个可能是由于龙的主角光环 比肯在J8II系列要强 所以肯的价格也一直没上去 最近我也查了一下平台价格 基本上550 你就可以到手一款全新未拆的肯 大家应该都有所了解 肯和龙应该是同门师兄弟 所以每次在出肯的玩具的时候 基本上这两款都是魔改加换色重途 当然这个也没有办法 因为它在J8II里边的人物设定就是这样的 所以厂家也算是少了事的 当然这两边汽水产品大家可以看看 这个是前两天我在超市里看到的 好像是新出的一个街霸系列 它总共有三款 一款是龙一款是肯 还有一个是春丽的 看着也挺有意思 大家如果摆在手办旁边做一个背景的话 应该也是挺有意思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外包装 从外包装来说 它的大小和龙是完全一样 当然正面都是采取了在街霸里边的 选人的一个头像 然后正面采取的是这种大开窗的设计方式 里边东西你可以依赖无余 那么侧面的两个侧面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人物的一个设定图 那么背面和龙也是一样的 都是一个玩具的介绍 包括本体和这些配件如何搭载 当然还有人物的一些信息介绍 比如说它肯的身高是1米76 龙的身高是1米75 所以从这儿咱们也可以看出 这肯的这个素地跟龙肯定都是完全一样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肯的内容物 首先是和龙一样 有一个这个专属的背景版 这个是肯在街霸2里边的专属的一个背景 其次呢也附赠了一张单页的一个说明书 这个里边就是教你这些配件如何搭载 如何替换 然后头雕方面呢 送了四个头雕 首先是它这个本体上的这个邪笑头雕 其他三个头雕咱们可以都看一看 有一个淡定脸 还有一个淘笑脸 那么也有一个这个这个和龙一样的 这个战败之后的这个表情啊 这个确实是结霸的一个特色 它斯多尔没给做出来了 非常不错 它和龙的区别在哪呢 肯在本体上的这张这个邪笑脸 在龙上面没有 它是一个愤怒脸 其次呢手型方面 除了本体上的一对握拳手之外呢 还有一对这个发波手 剩下的两个手型呢 就是这个五指 这个并拢幅度不同的一个格斗手吧 除此之外呢 还提供了一个这个发波的一个特要件啊 叫波动拳啊 同时还有这底座 底座呢总共是有五段吧 然后你可以根据需要这个摆这个波的这个高低啊 当然这个波呢 咱们也可以说一下啊 这个波和那个龙的波也是不太一样的啊 它这个波呢 其实是分了三个分件啊 这是第一个分件啊 我就不摘了啊 然后里边还有一个分件啊 这个分件里边还是一个有手型的啊 但是龙那个呢 就是两个分件里边也没有手型啊 这个手型还是可以拿出来的啊 也也做成了分件啊 所以这点上也可以看出这个storm在这个玩具制作上的用心啊 因为你给他插在里面之后 其实看的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啊 因为这个通透度上来说也不是特别的明显 但是人家这些也都做到了 所以这点还是需要点个赞的啊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和龙不同的 就是他还多附赠了一个这个火焰生龙拳的特要件啊 就是因为这个在游戏里边肯打的这个蚝油根啊 这个生龙 他有的时候有一个效果 就是只要打出这个火焰生龙拳中的人呢 就是浑身就被火焰包裹了啊 然后就倒地了啊 这个就是服从的这个比龙多的一个特效效果 在本体方面呢 肯和龙肯定是相同的速递啊 因为他们俩在设定中只差一厘米 所以速递肯定是一模一样的 它具体的区别在于第一个是这个面雕啊 包括这个龙后边是有这个飘带的啊 肯是没有的啊 就是完全是一个黄色的头发 然后这个前面的这个带子上 龙有一个风零火山的字样啊 肯没有啊 这道服也是完全一样的啊 然后裤腿呢 肯是这个锯齿形的啊 龙呢是规则形的啊 除了这三个区别之外呢 其他应该都是一样的木具 一样的东西啊 当然还是那句话 设定里就是这样 你让它做 它也不可能是偏离设定 去给你发挥一下 对吧 这次面雕方面呢 斯多美没翻车啊 还是一贯的非常的精灵 首先这个面雕好不好 我们就是说 首先得像对吧 就是说你放在这儿 这个人是肯 你别说你一拿出来不像 你做的再精也没用 同时呢 在五官方面 还有这个发丝 还有这个头雕的其他的一些细节方面呢 斯多也都给了这个涂装 而且他采用的是涂装 不是这个电脑喷灰的这种方式 那么使人物的五官呢 是非常的立体 清晰度非常高啊 非常富有这个层次感 也没有什么异色出界的这个情况发生 那在这个涂装方面呢 这个肯呢 除了这个身上涂装之外 像一些分件 比如说这个腕带 还有这个腰带 还有这个包括这个衣服啊 它都是采用了全涂装的 其实包括这个脚掌 跟龙一啊 脚掌也是做了刻画 也是全涂装的 那么身体裸露部分采取的是这个肉色 加阴影的这种的涂装方式啊 然后这个衣服和裤子上呢 肯的涂装呢 必须得说的是一个和龙有重大区别啊 咱们首先看看龙啊 龙呢 是招牌 招牌色是白色 那他不想用纯白那种颜色啊 所以他在这个漆料里边调了一下 他应该放了一些灰色进去 所以就是说他涂上之后 他想达到那种沧桑感 然后再加这种干扫做旧的方式 可能是想让他有一个沧桑感 结果他可能坐翻车了 裤子还好啊 裤子和衣服 其实他采取的是一样的一个处理方面 裤子还好 但是衣服由于是软胶啊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这些黑点 这些橘皮掉漆 他可能是软胶 对这个白漆 他调的这个白漆的收缩度和吸收度 和这个硬胶的裤子不一样 所以就是让你感觉非常廉价 而且就是说感觉就是说这个没涂好 包括这个干扫 你还不顾佳呢 我一开始他以为是这个这个蹭漆了啊 其实不是 是他做的 做旧 但是 呃 肯呢 他又是红色 所以说他这个其实不太显 他也是就是呃 喷了一层漆 然后加了这些 包括腰带啊 加了这些这些这些干扫做旧的效果 但是他的这个呃 衣服的处理 有可能是红漆和白漆的区别啊 当然也有可能是呃 斯多姆在发现做这个这个龙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他可能改进啊 呃 这个质感上比这个质量上比这个龙就强多了 他至少没有这些这些小颗粒啊 这些喷漆的小颗粒和这些呃 掉漆橘皮的现象啊 那同时他这个还是一样啊 跟龙一样 呃 他这个肯的这个这个全套这个和万代啊 都做了这个干扫做旧处理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还还不如别做啊 因为你做了这个让人觉得哈不太干净啊 或者换一个方法处理 在素体可动性上呢 由于肯和龙用的是同一素体 所以咱们这也就不再重复赘述了 啊 如果有朋友需要了解 它的可动性的话 可以看看龙这一期啊 基本上都说的非常清楚了 也给大家都呃 逐一的做了这个这个展示了啊 另外龙还有一招独有的技能火焰生龙拳 这个storm也附赠了相应的配件啊 这个搭载起来还是挺帅的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呃 他其他的这些动作 包括这个发波呀 这个起手势呃 龙上一期也都给大家摆了啊 这个这个素体做这些动作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呃 以上就是关于storm出的这个J8系列的肯的一个介绍啊 这款玩具无论从质量还是从做工来说呢 都秉承了storm一贯的高水准啊 所以还是非常推荐大家购入的啊 前面也说了啊 如果现在想买单包装的话是大概550块钱左右啊 如果想买龙肯套装的话基本上是1100左右啊 大家如果想入手的话是可以入手的 呃 好 那么今天这款肯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感谢大家点赞订阅留言分享啊 咱们下次再见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